说起汉匪,大家都会想到白宝山和张子强 但事实上,有一个人比他们两个还要狂 他曾是军中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却因为一己私欲走上歧途 单人单枪对抗6000军警 疯狂激战两小时都不带停 不仅开枪射杀23名战友 还沿途扫射52名无辜群众 其中就包括伊朗外交官和他9岁的儿子 而他现场单手换弹匣的高难度动作 甚至还被国内外征宪效仿 那么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从军中枪绳变成一介汉匪 咱们接着往下看 田明健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出生于1964年9月20日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因为案发当天正好是他30岁的生日 田明健从小调皮捣弹不爱学习 17岁参军入伍 由于从小弹弓就打得好 一到部队就凭借着自己超高的准头 在实弹射击考核中一鸣惊人 成为了新兵连的重点培养对象 除了出色的业务能力 他还很会和人搞关系 进而深受团理领导的血爱 得到了保送西安陆军学院深造的机会 在军校中他也十分勤奋努力 各项成绩都处于拔尖的水平 因此1988年他从学校刚毕业 就被调往了号称地表最强的精锐部队 并担任卫戍区第三室的中卫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 本科以下的学员毕业授贤一般都是少尉 可见他的军事素养确实优秀 原本他的仕途一片光明 但随着光环越来越大 身边的诱惑也接踵而至 不少人给田明健送礼 他也时不时将礼物和部分军区品 一起寄回老家去 占部队一点小便宜 时间久了总会有人看不顺眼 于是田明健受贿 以及偷拿部队财务的事情 就被捅到了领导的耳朵里 好在金额不大 平时又积累了好人员 有团领导在旁边说好话 这才没有给予他重罚 不过田明健还是被下放连队 转而开始负责起了行政管理 原本就气不顺的他 正从没地方发现 这时正好有个 平日里与他关系不好的士兵过来请假 田明健驴脾气一上来 说什么也不批准 士兵一气之下和他大吵 结果被田明健戒机狂揍了一顿 事后部队对他进行了停止处理 并要求他做出深刻的检讨 起初田明健的态度还很强硬 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领导只好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说如果他还不悔改 就离开部队 直接回家种地 田明健原本计划再拿个二等功 好让老婆随军生活 得知自己的前程马上要成为泡影了 他的心彻底凉了 如果光是这些 还不足以让田明健走向极端 其关键作用的其实是之后的一件事 他曾是军中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却因为意气私欲走上歧途 单人单枪对抗六千军警 疯狂击斩两小时 这个人就是新中国第一汉匪田明健 田明健在停职处分期间收到了一封家书 是他在农村的妻子寄来的 当时正是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时期 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 因为潮生问题 被老家的妻生伴 强制拉去做了人流 最终导致腹中的胎儿死亡 妻子也因为大出血生命垂危 被迫摘除子宫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但田明健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一直希望妻子能为他再生个儿子 因此当他得知自己的心愿彻底破灭时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于是打算用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 从而制造出更大的影响力 很快他便开始了行动 案发前天晚上 田明健找来负责武器管理的士兵 主动请他喝酒吃饭 趁战友酒醉时 偷偷拿走库房钥匙 并连夜搞了把最新的自动布箱 以及近200发子弹 之后藏在食堂的桌子下面 为第二天的正式行动做准备 9月20日当天 团政委来食堂做例行检查 田明健趁所有人不注意 掏出桌底的布箱 当场来了个连环发 致使在场的四位领导当场批命 19名士兵受伤 军营顿时一片混乱 田明健趁机逃到了营地外的马路上 随后拦了一辆过路车 一路来到市中心 等到士兵擦好钢枪 从部队追出来时 田明健已经直逼东二还了 后来司机行至建国门附近时 正好赶上车流高峰 于是故意撞向路边的树 打算逃车逃跑 可惜他不知道 田明健是个神枪手 仅一枪就击中了他的要害 让他再也爬不起来 幸运的是 司机后来侥幸活了下来 但接下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他曾是军中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却因为一己私欲走上歧途 不仅开枪射杀23名战友 还沿路扫射52名无辜群众 他就是新中国第一汉匪田明健 因为没有驾照不会开车 田明健只能再接一辆汽车 作为逃跑工具 可惜没有人愿意配合他 他一起之下 便打算将枪口对准路人 就在这时 一辆公交车突然闯进了他的视野 一时间血肉横飞 车里的人几乎全部丧命 此外 一些出门上班的人也被稀里糊涂地从自行车上扫下来 就连送孩子上学的伊朗外交官也当场身亡 四个孩子中一死二伤 后来大批军警持枪赶到 乌鸦鸦一片 将周围的区域彻底封锁 按理说 六千比一 这压倒式的阵势 应该很快就能将汉匪拿下 但不怕横的 就怕不要命的 在几次交手后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武警 都不幸中枪 其中 东城分局民警曹福坤 就因为悄悄叹了个头 被田明健一箱射穿的钢盔 从此成为了植物人 而他当时只有22岁 刚刚退伍不到八个月 虽然田明健借着汽车护栏坐掩体 不断变换方位调整姿势 甚至用单手换弹匣的手法 和军警对峙了两个多小时 但说到底 他只是为了报复社会 所以在事发前 并没有计划有任何退路 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 田明健还是不出意外地 被军警团团围住 而此时的他 也已经弹尽粮绝 就在田明健苟延残喘之际 狙击手抓住机会 潜入了背后的高楼 随着一声枪响 田明健终于重弹倒地身亡 最终这场闹剧 以数十名武警牺牲 多名人员受伤告终 俗话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或许他的遭遇让人同情 但这都不能成为他残害战友 射杀路人的理由 愿大家以此为戒 别因为冲动酿成大祸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